他的演艺生涯刚开始的时候 他几乎是靠着本能来做喜剧的表演 结果果然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喜爱 虽然很成功 可是他并不打算一直这样子继续重复自己 他让自己的生命情调 跟他的戏剧表演的节奏 渐渐地融合在一起 他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吴俊儒 今天的真情指数就是吴俊儒的故事 很多观众对吴俊儒的印象 依然停留在他在港片里面 有非常多喜剧性的搞笑的演出 他自己回忆他在学校的时候说 他在中学念书的时候 只要是老师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 同学就会笑 他也没有故意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在学校就被当成是好笑的人吗 跟你一样啊 我在学校回答问题没有人会笑的 因为我有补充 因为就是平常我们休息的时候 中间有15分钟下课 就是我最喜欢就是开玩笑 我听到有什么好的笑话就说给同学听 然后每一次在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 就是一站起来他们就会想到我刚才 平常开玩笑的样子 对平常开玩笑的样子 或者我当中说我有什么笑话 那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说 女生变得很好笑好像不太好吗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我自己天生就是喜欢一大堆人玩 还有我天生喜欢笑 我每一次笑我可能真的天生的 我每一次笑都是笑翻还是 那个椅子 椅子翻倒 不翻 翻倒 或者是跌在地上 然后我每一次笑都会看到那个 里面那个 我们叫 草腔里面那个 对 吊钟 我们叫那个白 是中学有一些女生为了要吸引男生 可能会装有气质的样子 因为我在女校 女校没什么好装 对啊 没有仪态 我们穿那个是我们叫长衫 那个那种 高领子 高领子 那种我们旗袍 旗袍啊 对啊 你们女校穿旗袍 对啊 男色的旗袍 像在以前在大陆那个时代的那种 就是那种你们看明初的那种 然后那个开得很窄 但是我把它全部弄破 拉得那么高 破得那么高 然后我自己把那个钉 那个钉书机把它缝起来 钉起来 我就是那个非常粗鲁的那种女生 因为没有男生看到嘛 是 所以就可以乱来嘛 在那个上课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篇访问 你说你本来高中毕业的时候啊 有想说可不可以 学 出国念书是不是 对啊 对啊 因为家庭也不是很富裕那种 可是你没有 你有很爱念书吗 不爱 一点都不爱 所以你是出国好玩 对啊 出国好玩 还有可能出国其实拿一个学位 回来 对啊 那么就可以容易找工 但是就是因为还有两个弟弟 我爸爸妈妈也不是有钱 所以就是算了反正是不喜欢读书 就爸爸提议我去选一个香港小姐 你都笑了 你爸 你爸爸有要你去做明星吗 没有 他先叫我去选一个香港小姐 他说你配非常漂亮 在父母心目中觉得我是非常漂亮 很漂亮 对啊 但是我说我不是漂亮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不漂亮 那么他说我有天分 就叫我去那个读那个训练班 女生要知道自己不漂亮 很难吧 我知道 你有受到什么打击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是谁 因为同学有一些真的很漂亮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 有一些什么演剧 划剧 蛙剧 然后跳舞 我喜欢跳舞 然后都是找一些比较漂亮 当那个女主角 但是我没有 我就是旁边在那种 所以我一大早都知道 我这不是漂亮的女生 吴君如跟他爸爸当然也姓吴 可是他爸爸有一名叫做夏春秋 对啊 你的名字是本名 本名 那你爸爸夏春秋在 是哪一种 他也是黑白年代 那个谢霆锋的爸爸 谢贤 谢贤的那个年代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红的明星 是二线这一类的 对对 然后他去了 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他就是主持 跟你一样 主持电视节目 对啊 主持很多游戏的电视节目 他也是非常搞笑那种 所以一季以来 我就是看到他的电视长大 然后他有一阵子 主持那个六可彩 六可彩 对啊 六可彩主持了十几年 那一定香港人都认得 对啊 他是 在香港人是对他很熟 但是在外面 因为他没有电影嘛 所以就没有人认识他在外面 那你进电视圈 他一定有照你对不对 其实我没有考 就是当时 报名就去了 当时不是报名 就是我女儿 你帮忙他 就是当年刘芳刚 刘芳刚在做主任的时候 对啊 主任 他现在住在台湾 问好 我都没有打电话给他 他现在在台湾 对 他现在住在台湾 然后就是认识他 爸爸也认识他 就是吴俊如就进去训练班 都没有考 人家考了很多次才可以进入 吴俊如十八岁进了 香港的无线电视台的演艺训练班 因为家里面的关系 他其实对于电视圈还蛮熟悉的 可是这是不是表示说 他爸爸的人脉可以强到 让他在电视演出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呢 你的同学其实蛮竞争的是不是 留家了 对啊 对啊 深花钱 对啊 对啊 其实我爸爸带我进行之后 他就没有 就是你说 就不管你人脉 对啊 不管我 没有人脉 他其实还是有 他其实如果还有在当节目主持人 应该是可以 但是他是另外一个弱台 香港有两个电视台 不是无线台的 不是无线 他都是那个亚众 亚式的 亚式 所以他没有认识任何 无线的 对啊 就是眼来眼去都是三线 或者是比较没有重要的角色 然后同学就是你说了 刘佳玲啊 曾华谦 还有蓝杰英 蓝杰英 他们就是很美很美的大美人 你是不是每一次 跟很多女生在一起 就会开始觉得 她们比你漂亮 对啊 对啊 第一天上课 就已经看见 好啊 一进门口 好啊 怎么办呢 然后我自己就做一些角色 也是不是不好 也是非常好 我第一部已经演六鹿顶忌 第一部电视剧就演鹿顶忌 鹿顶忌跟梁朝伟了 已经觉得很好 很好啊 但是角色当然不是那么重 这是七个老婆其中第一 演了三四部 就有人找我去演综艺节目了 就是当时非常出名的 有一个综艺节目叫 《宽乐经销》 就是演综艺节目 就是开始 我搞笑的生涯 在综艺生涯 所以那个比你在演电视剧的时候 还要好 对 因为1986年我就开始 我83年 入行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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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演了三年剧 然后86年的 他就找我去做那个 《宽乐经销》 对啊 就是这一部 吴爸爸一直相信吴君如会成为大明星 也幸好有父母的怂恿支持 否则我们将不会看到他独特的喜感魅力 吴君如在TVV时代就开始喜剧演出 在《欢乐经销》搞怪耍宝之后 吴君如与当时同事新人的周星驰合作斗气一族 两人旗鼓相当 堪称搞笑绝配 男人婆在这 请我都不来啊 好 有种的话就站回去 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省着吗 三八 神经病 你呀 你发花痴 这种流氓痞子你也看得上眼 真是认错你 臭小子 你瞎了眼睛了 又是你呀 臭三八 我这么大的目标你都不会避开 你何止瞎眼睛 你简直反应迟钝 陈初音 你干嘛那么大声叫 好 算我这次怕了你 请你拿出来马 拿什么呀 我的一万多块马票啊 老大哥 我什么时候拿你一万多块捡马票啊 神经病 我知道你没拿 是你捡去了 你为我不知道 小马 你们瞧什么瞧 先生你来做主 他捡了我的马票 哎呀 你眼睛看到我捡了 香港遍地黄金 你看见了会不说出来让人抢先 怪大家都是街坊邻居 不要那么绝情好不好 要不然你做初音 我做十五 什么十五 八月十五 倒有一个 啥我 别瞧了 别瞧了 给我的面子啊 我的大饭圈没耍出来呢 女儿啊 你省省吧 今天给面子去人 放一马 三八 我说错了 你是三八公 你还不快滚 赌钱躲混了头啊 竟然敢来你大哥 女儿啊 什么大哥啊 你是女孩子啊 经吴君如的搞笑形象 已经升职在观众心目中 其实当初她也曾经走过玉女路线 你这是够痴心的 先亲一下 来 曾姐姐 曾姑娘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不想再看见你 好端端的又干什么 你强毙人家嫁你 你以为自己做大官就可以欺负百姓吗 我开始以为你是英雄 谁知道 你不要哭啦 看吴君如在电影里面表现也知道 一个人要持续表现成那么亢奋高兴的样子 一定很累 那以她演出电影的数量来判断实在 工作量是非常的惊人 如果以那样子搞笑的速度跟比例 演了那么多年到最后 感觉到厌倦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那霸王花开始搞笑就红了 那时候是有人教你吗 说你在电影里面做喜剧演员会红 真的没有人教我 我记得当时女主角 女主角 吴慧忠 吴慧忠 我这是一大群人里面的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色 就是其他对白 只是一人分一句 都没有character 都没有的 然后等到你分一句话 我就尽量把它说出来 我演出来 然后他们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 可能是真是天分 然后就是一直一直加 加到就是这个地步 然后就突然间觉得出来就很好了 就是从一个非常小的角色加起来 那你那样演别的女生会觉得说 吴君如在抢戏 或者是特别把自己表现得跳出来 你那时候有算吗 说我怎么样可以 没有 我也不懂得去算 我也不懂得去抢 因为当时我们一带 对一群的女孩子非常感情非常好 我们拍了九个月 每一天都在一起吃一吃睡一吃 还有我们觉得当时很多都是新人 都没有这个感觉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感情 没有这个斗争那个感觉 他我做的他也不愿意做 有些是美美的 你做啊你做我不愿意我还是这么美 所以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分别 那你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委屈吗 不委屈我很享受 这个世界没有人强逼你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只是我觉得很有满足感 就是我拍的时候你们旁边的人都笑翻了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我自己 没有感觉 但是过后我去想 真的我可能没有女生愿意做这种很夸张那种表情 或者那个演的方法 当时我觉得我很分得清楚就是 这个是我工作 还有这个我自己不是 但是当时有一些人 但是我觉得当一个喜剧演员还是有一些 原则 不是原则 还是有一些complex 情结 情意结 可能是 可能从小 可能知道自己不是最初衷的一个 可能有一些是自卑心态作祟 可能就是从小就是自己不是最初衷 读书不是最好 什么都也不是最好 然后可能就是真真假假 加起来有一些是自己的性格 或者是 旷大 有一种旁人学不来的天生喜感 他信手拈来的一个动作 一个表情 就强过别人用尽巧思 费尽气力的夸张卖弄 吴君如早期演出许多一窝蜂 逻辑简单的搞笑电影 影迷不一定会记得那些电影的名字 但是一定对他的演出角色印象深刻 不论是警察 赌徒 道姑 戏子 这些角色的共通点就是 泼辣 粗俗 饥渴巴婆 加油喜事中的贤熟糟糠妻 是少数性格温柔 厉恋的角色 却被许多影迷奉为经典 我选过香港的小姐 不过没人记得 我是正当职业的 不过我见她醉成这样 我就陪她进来 那你想我怎么样 大家是女人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样 那我扯吧 你别走 你才会很坏 你不可以走 我不想做千古罪人 你再不放手 我真的会留下 大嫂 嫂子,你不要留我 我的心已经死了 不是 站在女性立场 我觉得你应该不要留在这里 因为这件事实在令你太没面子 来,走 要不然人家就会说你隐容偷生 来 的士 上车,上车 上车 不心不想开车 她正在飞来追你 大嫂子 你送我去哪儿?你贵性 你难道我明白我会了爱 要不是有情郎跟我有分感 我也得不会掉下来 掉下来 你会走我喊包 我来这儿肯定的 我去哪儿肯定的 下班 我只剩下来 你还剩下的衣服 你还剩下了 这件衣服你买的 混乱牌 好,好 好 行 行行 不关门,不要开车 大嫂子 大姑 大姑 你又去哪儿?你又贵性? 你又会累了成长 嘎戏嘎得最凶的时候 同时要拍六部电影 对啊,我一年拍十几部 一年拍十几部 就是一九九四年之前 减肥之前 九四年之后 我就开始很慢的拍戏 那时候拍那么多 不会崩溃吗? 有,有时候会 但是感觉很爽 为什么崩溃感觉很爽 不会崩溃 其实崩溃的是体力 好累,好累 但是感觉是很爽的 我不拍了,不拍 你拍了 我给你一部片的片酬 那个钱 一部片 但是你就是来几天 然后所有都都提升 提升拍你的跑啊,走啊 你就是拍那个特写 就是做表情 蛤?哇! 就是太晚了 我记得那个时间 最拍的最多 就是鬼片 但是鬼片 就是最流行的跑啊 就鬼走 啊!鬼来了 就是跑啊跑 所有都是提升拍 我就是来到现场 就是拍一些 啊!就是走啊 这个钱很好看 对啊 我记得有几部鬼片 我就是拍五天 哇! 所有的提升 帮我拍走啊 吊高啊,打啊 然后我就是来拍 啊!啊! 啊!那种 其实来来去的都是演这个表情 我最记得就是 有一阵子是非常流行鬼片 没有其他表情做啊 真的啊! 就是很怕啊 就是你给他拍十个 就够了 他就捡来捡去用就好了 就够用了 其实还好啦 就这个钱是赚得很高兴的 对啊!对啊! 但是香港电影就是 被我们弄夸掉 弄夸掉 弄夸掉 其实我们也是一分子啊 嗯! 只是看眼前 就是 好!什么人都来搞拍电影 黑社会来搞 没有经验来搞 什么人都来搞电影 所以演员就是很 很抢手啊! 我们讲 对! 很抢手! 就是抢来抢去 就是一天拍三组 制片来抢人 就是电影就是弄夸 就是我们一分子啊! 所以人家只要拿钱来找你拍电影 你就拍是不是? 哪会像现在啊! 去看剧本啊! 谁拍啊! 谁导演啊! 谁是对手啊! 谁不拍啊! 这个你改完才来找我啊! 现在就会有 以前哪会有啊! 对白都没有啊! 那这乱讲 乱讲啊! 我记得 我们一直在拍那个 一直在拍那个片剧在写 写完 来拍 王晶啊! 王晶导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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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在吧! 谢谢! 来来! 再写 再写 就是 哇! 对啊! 我们以前哪就是有个玩 胡君如在有一年的香港电影金上讲里面 他为二线的专门演配角的演员们讲了一段话 他说这些演二线的演员 虽然走在街上也不会有人尖叫叫他们签名 也不会有fans的俱乐部会员 为他们组织起来 可是 他们还是发挥了很多的功效 而且有一些二线演员会始终被观众所记得 你举的例子是梁醒波 对 你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问 你自己演搞笑的戏走红以后 你的成名的感觉是怎样 是走在街上会有人尖叫跟你要签名有吗 有有很多 现在这几年更多 更多 我觉得这几年比以前演搞笑更受欢迎 因为可能我自己有一个电台的节目 一个非常多年轻人听的节目 对 加上我这几年拍戏的质量比较好 可能我这几年还是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受欢迎 是 我现在年纪也不少了 我昨天在那个街上 听到人家跟我说 我觉得我喜欢你 你很可爱 我听到真是 一别急了 现在很可爱 你觉得你这位可爱的人太老了是不是 对啊 通常形容 形容可爱都是小朋友嘛 可能他还是记得以前的五居路 以前演得很可爱的那些天 对啊 但是现在五居路差不多四十岁了吧 你从来不累的吗 就是 我累 我累 只是很多人都说 其实我工作 或者是我访问 或是我尽量给你 很高兴 但是我镜头又没有了 或者是那个麦克风一关掉 我就会 突然之间 成熟了五年 所以 沧桑了五年 所以你在广播电台比较真 对不对 对啊 有很多人就是为什么 有一些人访问 我访问一些人在电台 一关那个麦克风 他就说 吴俊鲁 为什么你老了五年 很可怕 很可怕 其实我这个是我工作 我已经分不开是我真还是假 其实我是一个很 其实我可以一整天都不说话 你不可以相信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不喜欢 其实我有人在 我会尽量给你开心 或是细分很好 但是没有人在 或是一两个人在 朋友可以一整天说在 像死人一样 对啊 对啊 如果有一天 如果我在现场拍戏 如果我不笑 或是不开玩笑的话 他会以为我情绪不好 或是你生病 我不喜欢人家问我 你生病 我就会尽量 没有没有 开心 再开玩笑 漂亮女星通常都不搞笑 就算很搞笑伴仇 也只是点到为止 没有人能够像吴俊鲁一样 毫不保留地牺牲色相 搞笑女星通常都不漂亮 因为如果长得漂亮的话 早就去伴玉女 弹琴说爱了 很少人像吴俊鲁一样 即使变漂亮了 也愿意放低身段 以前的吴俊鲁 未戏抖角挖鼻孔 是最称职的喜剧演员 现在的他依然搞笑 是最漂亮的喜剧演员 看起来好像是长大了 就是以前是很爱玩 闹 过了那个年龄 你也不那么喜欢那件事 也不勉强去做 所以我停了一阵子 没有拍那个喜剧 就是我自己也想不到 有什么方法 可以突破我自己 还有你在想 年纪大了吗 你还在 那种 你懂我意思吗 你心情都没有这个心情去 去跑啊 或者是很活泼去表现那个角色 所以我就慢慢觉得 应该停一阵子 想想我的出路怎么样 所以我就去减肥 想不到任何的方法 会换一个形象 所以我就想到有方法 外形就很快给观众了 这是你这辈子第一次 就是那一次正式的减肥 减肥真的真的 之前你都没有说好 没有想过 因为当时为什么胖起来 就是一个同时间拍六部戏 每一天在片场就是吃啊睡啊 演戏啊回家睡啊吃 就是胖了差不多十五公斤 十八十五公斤 三十几磅 然后就很胖很胖 觉得很辛苦走路 好辛苦 大腿两 大腿就会摩擦 摩擦 好辛苦这个感觉 所以其实以前也没有胖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 大腿这一段时间才胖 没有都是小时候 都是有一点肉啊 丰满一点 但是没有感觉自己去很笨那种 所以就突然之间就觉得很辛苦 还有演戏的身癌已经在那个 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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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什么突破 还有 我说过很多次 我当时私恋嘛 嗯 然后三个原因 就突然之间要剪 我就以为到了一九九四年拍完了 等着你回来 是鬼片嘛 鬼片 然后之后你就停下来了 对啊 就停下来了两年 对啊 所以停下来是因为胖 不是 就是 剪完肥之后 就有人找我拍等着你回来 哦 然后就是 已经减肥成功了 减肥成功了 但是机会不多嘛 就是有人找我拍那个等着你回来 有提名金香甲的最佳女配奖 但是 之后就没有东西发生 就是觉得可能 不是你故意不演了 就是没有什么电影可以演 我故意不演喜剧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外形 或者心态上也演不到以前 有人找我 也是演一些很夸张的搞笑 我觉得已经很闷 我不要演 但是其他的机会 就是比如说等整理回来 那些没有人找我了 只是拍了一部 以为会有很多机会 以为会有 然后就觉得完蛋了 演艺的生来就结束了完蛋了 怎么办了 还有媒体说 吴俊乐都是很可爱 那个胖胖比较可爱 他现在穿着减肥了 对对对 没有人找他拍一些 完蛋了就是坐在家 你那时候会这样相信吗 你会觉得是不应该减肥的吗 我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我什么衣服都可以穿 我觉得很美 喜剧演员的演技 甚少获得应有的注意 正面的名价 吴俊儒演了六十多部搞笑电影 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企图心 直到四面下挖 大家才发现 其实吴俊儒也可以演严肃的角色 其实吴俊儒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不用听了 还听来干什么 听到人家邓里军都比你先走了 你还躺在这 你这 你好不好意思 张美美 是你逼我 你说下班后去哪吃饭 我想不到吗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叫你是这样吃不好 吃哪有说随便 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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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俊茜演戏演得最多的时候 当然一方面片酬很好 一方面可能也有做演员的不安全感 就是趁你红的时候 你应该多赚一些钱 那到了一阵子以后 他突然就想要演某一些类型的电影 可是这个好像没有人找他演理想的角色 结果他就自己出钱 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四面夏娃 果然让非常多人刮目相看 可是赔得很厉害 你那时候以为会赚吗 会 那个电影看起来 不太像会赚钱的样子 你为什么觉得会赚 因为当时 以为我可以控制 那个 budget 不会花太多钱 对 因为我借了那么多 然后我外面的可以收那么多 就是打平 但是我没有经验 完全没有经验 人家说拍不完 然后我去买那个film 然后拍不完 就没有抓紧那个进度 就是这个方面 亏了很多 那你四面夏娃有陪到你哭吗 陪到哭 哭啊 你知道啊 你的支票吗 支票 英文叫check check 我有一个花名叫 签 check 夏娃 不是四面夏娃 是签支票的夏娃 对啊 我们叫签 check 夏娃 就是人家放工了 已经下班了 我还要现场签给那个工作人员 然后我做完 演完这个戏 然后上完了 我还要付那个 冲那个底片 还要付那个广告 配音的 哇 每一次 十几万 十几万 我有一次 每一次碰见朋友 朋友问我这个事情 我每一次 我现在当笑话说 对啊 但是我当时啊 我每一次 都是两行眼泪 一直在说 我这样 我每一次跟人家说 我的两行眼泪 很自然就流下来 我未来都没有 我还辛苦赚这个钱 就是 就是这个 也不能喊停了 就太迟了 对啊 一直签支票 对啊 过了很久 我还是会哭 好 那你签支票 过了97年 我还记得 我95年 96年上 97年 我跟朋友说 我还是会哭 因为没办法赚回几百万 对啊 多难去赚回几百万回来 对 当时开始香港的电影 也不景气了 可能是因为你拍了 四面夏娃以后 才有那么多电影 会觉得说 对啊 对啊 非常认真 还有看到四面夏娃里面 也可以扮演很多角色 所以他们还有 其实四面夏娃 真的带给我另外一个路 比如说《密夏娃》四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我是演那个 lesbian 那个 tomboy 然后《红旗十三》那边 就是那个角色 对啊 然后可能有一些角色 就是他们会看到我 可以演一些感情戏 所以你帮你自己拍了 你帮你自己拍了一部 很贵的广告片 对啊 对啊 吴君如不拍那么多电影之后 她做一些别的事情 包括她减肥成功 所以她可以当受身的代言人 也可以出减肥的书 他也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这个事情比较特别 一方面广播电台的钱 肯定比你演电影的钱少 不见得 所以钱是 你接广播节目是因为钱吗 当然 你是我第一个碰到 接广播节目是为了钱 广播节目在台湾 可能是不是赚钱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还有非常小 但是香港刚刚相反 很赚 不是很赚 就是因为 因为他知道你是名人 还有知道你是明星 没有可能每一天帮他可以 去电台做节目 所以他的付出多 比电视更多 他怎么知道你会出去 因为当时 我认识那个老板 上台的老板余蓁 我跟他很好朋友 然后他说 你有天分你试试看 然后我晚上三个月帮你 一晚就晚到五年 有一次访问你说你主持广播 主持了两个月就没有话讲了 对啊对啊 因为觉得跟我来台湾主持节目一样的心态 就是你国语说得不好 你怎么可能来台湾做主持啊 你又不知道他们当地的民生的问题 都是来混吗 真的来混吗 然后我就做完两个月之后 所有我自己的事已经说完了嘛 我看到什么已经一声人他都说给你听了吗 可是那两个月听的人反应都很好 很好很好 那人家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要跟你聊 我没有 很少接电话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 发力 看书啊 看报纸 一天上四分五分报纸啊 了解多一点生活啊 然后以前非常自我中心的 譬如说去一个场合 如果你讲话不好听 我就走了 我们走了 但是现在不管是谁 欧巴桑啊 三八旅人啊 什么不好听啊 你总会在人家身上听到一些 你从来没有接触过 或者是你知道的一些 你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 杜广播可以让你讲很多话 这个其实你很喜欢的事情 对不对 我不是因为喜欢讲很多话 我是有一个满足感 还有有一个 使命感 使命感 什么使命感 因为原来这五年 我带给很多人开心 因为这五年香港实在在 很不开心 对 实在在经济不好 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自杀 非常多 那个笑碳也是我们香港的特色 用那个碳去自杀 自杀 也是我们香港的特色 所以每一次我收到 那个听众的电话 或者是听众的fax 或者那个信 都是原来我很不开心 但是每一天晚上我听到你逗我们开心 我就觉得 哎 有什么事去了 这个就是越来越令我流起来 因为我说 我跟老板说 我已经做了五年了 可能我要休息一下 但是我去完旅游之后 我就更想分享我自己的感受 还有我看到报纸看不过眼的东西 我真的又说 哎 这个懂见了 你怎么样 我只有忍不住就要 我只是去完旅游之后 看完那个报纸 我只忍不住就要骂他 就是有一些不吐不快 可以帮所有香港人出气吗 就是这个原因 令我很有上瘾的感觉 开了十五年戏 演出过近百部的电影 当中真正为吴君如量身定作的 屈指可数 可是只要是让他担当的电影 都会让人惊艳于他的可塑性 任何角色靠在他身上 都十分的有水平力 在香港票房突破两千万的金击 让吴君如近身卖坐一姐 对爱情的天真傻尽 对生命种种无奈的 获达开朗 吴君如让观众很自然地 与阿金一起开心 一同流泪 吴君如在比较谨慎地 选电影演之后 他演了几部 叫好叫做电影 像《红星十三妹》 或者《爱君如梦》 乃至于《荆姬》这部电影 那金击演这个跟随着香港的时代 而转换他的工作的一个 二十几年 性工作者 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会 你以前其实在很多电影都演过 类似的人物 但是是卧底嘛 对对对 为了扮警察啊什么 对对对 就是叶总会做舞女 但是不是真的 没有真的演过 没有真的去了解 他们的心态 以前都是搞笑啊 卧底啊 去扮母女 但是这一次一定要了解 他们的心态去演这个角色 所以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怎么做 就是去他们的地方 去借客的地方 去叶总会 或者是去一些他们一楼 我们说一楼一缝 一楼一缝 就是他们自己有一个营业空间 对啊 布置成为一个家的一样 可是你演的前面那些 余淡妹的角色 都有的 香港非常流行的 现在可能香港没有了 但是以前80年代初 非常流行的地方 就是找一些 还没发育成功的少女 就是初纪 初纪 初纪 那一种 就是在一个餐厅里面 黑黑的卡座 是不是卡座 这卡座里面你知道 随便弄 就是去那些地方看看 现在已经还有 我自己还有 但是也不流行了 然后去叶总会做 访问一些 妓女的心态 因为在女性的角度来看 你很难了解 一个女人没有感情 怎么可能 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情 我最想就是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心态 那你访问的时候 你听到的 都跟你原来想象的答案一样吗 还是你听到很多很意外的 很意外就是原来 很多人都是因为钱 没有工作能力 谁愿意做 原来还有很多纪律 很有原则 还有一个人非常享受 做纪律 非常享受 他用了500万港币 去布置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一楼一缝 每一个房间都是不同的主题 有一些玩SM 有一些吃食 有一个马桶 一个非常透明漂亮的马桶 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坐在上面 拉大便 然后有人忽视走进来 忽视走进来 在扮演角色 每一个房间有个主题 他非常享受 他有一个女儿九岁 我问他你女儿知道你做什么 他说知道 我告诉他 我是开派对的 我帮人家开派对 妈妈有一个地方 是帮人家开派对 令人家非常开心 所以他非常享受 他希望做了八十岁 就是帮人家开派对 然后他告诉我 是每一个人客都是很非常熟的 他没有委屈自己 如果客人进来 我不喜欢这个不好看 或者是可能是他是警察 或者卧底 他会有借口 把门关 他现在有选择的能力 他说他有选择的能力 他通常找他都是非常熟 熟思的客人 然后就是过来聊聊天 或者他包一个很好的汤 给客人喝 有一些人不是一定来 发生性思维 比起来你在金鸡里面 演的角色 其实比大部分你访问到的这些 真的在做新工作的人 要快乐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访问到很多人都很苦的 对因为我没有这个包袱 去拍另外一面 因为一集以来拍鸡女的电影 都是拍很负面 很痛苦 但是总是一百万人当中 总有两个是开心吧 你都没有找过两个开心去拍 你常常去找八十个 很长的父母 经济就是讲香港人 一大部分人就是看眼前 没有想到有什么 眼前有钱就来了 然后赚多以前钱都是买大床 人家叫你买股票买了买了 然后负资产 负资产 负资产 破产那些 所以我觉得金鸡就是告诉人家 就是一个时代的 时代的一个变迁 这个故事 金鸡看起来会 得奖一方面也赚了很多钱 所以吴君如选电影 这一次又选对了 那他减肥成功后 也从来没有再富胖过 所以他的人生显然在良好的控制之内 听说四十岁要结婚生小孩 这个是具体的计划吗 这个是无聊的说法 这个是很多人问我 记者问我 没有办法给的答案 我觉得可能我不会结婚 因为刚刚昨天在成品买了一本书 很好笑 叫上帝也单身 你看上帝也单身 为什么还是问一个老掉牙的问题 现在他 我觉得现在医学非常的发达 我可能以前的人 很久以前的人 保养或者活到四十岁 已经很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活越年轻 无论在外表或者是心态上 因为太多新的东西你要学 你越来越好奇心 越来越同心 所以我觉得越来心紧 心紧或者是外表可以保养 所以我等到五十岁 还有可能我有九十岁命 我还可以有四十年跟另外一般一起 现在已经结婚多浪费 我现在三十几岁跟他一起 如果有九十岁命 我要对着他 五十几年很难过 所以我觉得结婚来说 对我来说已经一点都不重要 做妈妈呢 现在我刚刚看过一个报道 他说有一个英国的六十五岁才当妈妈 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可以打针 如果你停那个排卵 你都可以生孩子 非常健康 所以你不急着当妈妈 我扮演不急 我是一个非常还是非常 觉得年轻的一个 对啊 想做事 所以我这个都是乱讲 都是随便的你问我 所以很多记者问我 都是二十四岁 还是觉得年龄是应该生孩子 但是我觉得心态上还没接受 还没有 还没有 因为我是比较独立 我不会分人家的钱 或是为了赡养费 或者孩子以后怎么办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 所以我觉得找一个心灵相通的伴侣 比找一个地址相同的老公 更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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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